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。 最近這個心中通道好Hit啦,好多人講啦。 亦都有人提到心中通道開了之後, 消費力不單止上深圳, 還上中山今次香港領袖,飲食大鑊啦。 我們看看關於心中通道或消費方面的新聞。 根據新聞報道所講, 心中通道有免費巴士, 竟然排長龍有人在大太陽下等足兩小時。 不單止大排長龍, 而且中山完完全全因為心中通道局起, 就說暴行街是比通車日更加熱鬧, 有糖水泡老闆講到是忙到都不敢在做事, 嚇死人,人太多,今次發達啦。 其實心中通道在6月30號開通, 原來7月5號福田口岸新增了直達中山博覽中心的免費巴士, 希望可以方便兩地來往不少香港人趁著假期北上賺食。 不過這些免費巴士是一小時才得一班, 一班得48個座位。 竟然有不少市民由上週8點半一路等等等, 等到10點40分都上不到車等足兩小時。 後來有市民頂不順便和朋友轉去隔離15分鐘一班, 要價28元人民幣的付費巴士。 貪小便宜就有這樣的情況, 你想下,你在等兩個小時, 但原來你給28元就能夠趕快走到, 你這兩個小時有你的時間有你的機會成本, 所以如果換來我, 就不等免費啦, 除非好快上到車啦。 如果不是左等右等, 我給錢, 省點時間不用日曬雨淋, 這樣是好辛苦的。 不過也有些內地市民在抱怨。 他說自己等兩個小時, 猜不到免費巴士一個小時得一班, 根本就是誘惑我們過來的, 等不到只能夠乘付費巴士。 他表示自己已經打了給市民熱線投訴, 但都未有加開班次, 亦都有市民認為是免費才會這樣啦, 如果是被你狂乘的話, 人家不用找食咩。 不過你不要以為付費巴士真是15分鐘一班, 有人在巴士上等了半個小時, 然後不停不停地在巴士站鬥圈, 就企圖接更多的客人, 又有乘客開始鼓掃。 他就講道, 喂!你幾時開車的呀? 每次跟他講十分鐘之後, 他說,你敢等花, 用不用等到今晚呀? 這些車其實是這樣的, 他當然啦, 雖然說15分鐘一班, 但他是想等到利益最大化才開車的。 還有,免費免費, 免費的你還可以投訴, 人家免費給你坐的, 我投訴也沒用啦, 如果是收費的, 要你等2個小時, 那你就可以投訴啦, 免費的, 有什麼好講呀? 有呀有, 沒有呀沒有啦, 就算他即時說不給你坐, 你也催他不張, 拉他不長的嘛。 但看這些這樣的新聞, 是可以見到, 多了很多香港人, 是北上, 北上除了深圳, 上到深圳啦, 上到中山的話, 消費一定會比留在香港, 還有深圳更加高呀, 因為去到一個叫遠小小的地方呀, 那一場來到, 分分鐘住一晚酒店才走呀, 你這樣來看的話, 其實就變成消費力是湧上去湧得好厲害咯, 除了深圳食你呀, 就連中山都食你呀, 反而對澳門的影響不大, 因為澳門一向上去都很方便的嘛, 就不同香港啦, 那現在開了這個深中通道, 又北上熱潮, 幾樣東西夾在一起呀, 就令到中山那邊, 是比平時更加熱鬧啦, 那有一個新聞, 他講到中山那邊的狀況呀, 那中山那裏呀, 我見香港01那裏做一個訪問呀, 他說6月30號那天, 通車深中通道, 當晚呀, 中山的糖水負責人呀, 就說的生意額呀, 即時升了三成呀, 那記者加一個禮拜, 6號再去到店頭, 店員就說雙皮奶賣光啦, 甚至老闆呀, 都走去其他檔口呀, 不敢留在這裏呀, 是忙到他不敢留在這裏做呀, 那一個禮拜就已經是可以令到中山那麼人頭湧湧呀, 那如果這一個大灣區的生活圈呀, 是叫做交通上可以更加方便的話, 那看來呀, 是會更多人願意上去消費, 更加習慣上去消費, 現在其實就是靠著香港澳門的消費力去做一個大動呀, 就連老闆呀, 都忙到不敢留在這裏呀, 而且根據報道所講呀, 過來光顫的人多數都是以香港人為主呀, 這個生意額呀, 竟然是飆升到五成以上呀, 是比第一日更加誇張呀, 哇, 老闆開心啦, 笑到見藍不見眼呀, 基本上每日呀, 是做來做去都不夠野賣呀, 除了糖水泡生意好之外呀, 暴行街的攤位亦都好勁呀, 那有冰糖葫蘆的檔口檔主呀, 就觀察到, 他說暴行街的人流增加了三成, 更加是有每日上升的趨勢, 附近的馬路亦都開始塞車啦, 不過呢, 雖然開始塞車呀, 但是對於大陸商戶來說, 簡直呢, 就好像叫做天降財富那樣呀, 那因為其實大陸的經濟大家都知道一般的啦, 但是你香港人衝了上去呀, 你無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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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無日多了三成, 到五成的營業額呀, 你想下那個幫助幾噁大, 追究是賺多了好多好多錢呀, 如果每日數下來平均可以多兩成的那這條數是不得了的啦, 其實現在這麼看都幾唏噓呀, 常常在講北上熱潮呀, 好快就完啦,又說怎樣救香港的本地經濟呀, 又說香港的倒閉潮呀,點點點啦。 但是現在我們看到啦, 就算是做了好多的動作, 我們那個交換率不夠高, 不夠質素呀。 那就是說香港上去大陸的人, 他們消費力高的, 但是大陸下來的人呢, 他們消費力不夠,窮有, 然後以前會買的東西, 現在又不會買了, 就是這一個這樣的交換這樣的輪轉呀, 還有就是上去的人, 多過南下落來香港呀, 就算我唔好聽講一句啦, 你開多點的自由行城市有沒有幫助呀? 那你很明顯看到啦, 現在開多了不少城市啦, 但是幫助不算得上好大呀, 基本上都是這樣的死樣, 經濟差的都是差, 要倒閉的都是倒閉, 除非你說做優惠啦, 但做優惠呀, 其實亦都是所謂的個頭戰呀, 你做到幾久呢? 你做優惠做得越多, 是不是就等於你沒有優惠的人就不過來消費呢? 那你能不能夠做到一樣東西, 你沒有優惠的情況底下, 人家仍然會來幫襯呀? 那如果你做不到的, 那其實, 一般民生區呀, 所賣的東西, 遊客會不會過去幫襯呀? 你知我知啦, 肯定不會的嘛! 你說消費額集中在遊客區的, 那對一般中小企的幫助, 可以有的幾大呀! 但是現在不同呀, 他們北上的話, 直接什麼星期就會去買就會去玩的啦, 只單單是這一點呀, 會通過深中通道上中山玩, 然後再深圳玩, 可能接下來還會慢慢慢慢各個大灣區的城市這樣來玩, 那你就可以想像到未來的經濟狀況會怎樣啦! 那好可能啦, 最壞的情況, 就是倒閉, 倒閉到某一個程度之後, 他們就會達到一個動態平衡, 那就不會再倒閉了, 而且, 你不要以為, 這些倒閉的店舖, 只是香港本土企業呀, 其實就連是大陸企業, 那江龍都會倒閉的, 而且, 他們是好果斷的, 可能三四個月就會不玩的啦, 直接壓金都不要走了, 因為他們看到市貨不行, 再做下去, 都是虧錢的話, 不如早早跟你說拜拜啦, 對不對呀? 好了, 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 大家認爲, 這個心中通道開了之後, 是不是對香港有好大影響呢? 這個影響到底是好還是壞呢? 這樣會不會令到多些的中山人下來香港玩呀? 下面留言啦, 我們下集再見啦, 拜拜!